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培源的英文教室知识阅读篇第42集 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边介绍一些电影明星 一些名人 前面讲一些国家 美国、英国等等的知识 这边电影明星、名人 大家有兴趣 所以我们也介绍一下 这边是IMDB 就是最大的影视综合的一个网站 它里面就介绍这些影视明星 他们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们先看Shine Cannelly 史恩 Cannelly 有名 我们一看照片就知道 年轻的时候 也007的 年轻的时候帅哥 年纪大了 老了 这时候大概 就大概70多岁吧 快80岁的时候 差不多那个年期 人都会老了 Shine Cannelly 史恩 Cannelly 太有名了 他是1930年 民国19年 1930年8月出生 但是好莱坞呢 有很多明星人 他不是美国人 他是英国人 还有澳洲人 加拿大人 就白人 当然也有从欧洲过来的 当然英国也是欧洲 当然还有法国 这个 上雷诺 还有德国 当然英国是最多 但英国又不一定 英国有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斯 北埃尔兰 他是 他是 他是苏格兰的 所以我们讲英国呢 我们不要讲 British 或是Britain 要讲英国 不要讲英国 或英国 要讲Britain 或British 最正式的是UK United Kingdom 那苏格兰人 苏格兰就是 英国的北边 所以 苏格兰跟英格兰弄不好 弄不好 苏格兰很讨厌英国人 因为 几百年上千年 就是 两边一直打仗 然后 英国 英格兰 打败过苏格兰很多次 杀了不少人 所以苏格兰讨厌英格兰 英格兰人 他是苏格兰人 英国北边 他2020年 10月31号过去 他后来晚年 没办法演电影 年纪到了 他就定居在巴哈马 那边天气好一点 风景比较好一点 那死因是 Pneumonia Trigger Respiratory Fever 就是 肺炎引发 Trigger 是扣板机 引发的 呼吸的 摔写 摔写 没办法呼吸 Artreal Fibrillation 就是 心率不整 就是因为年纪大了 心率不整 所以心率不整的时候 很麻烦 就是 因为我们一般心脏在跳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 可是心率不整 你就会觉得他在跳 所以你会紧张 尤其你睡觉的时候 很安静的时候 你就听到心脏在跳 而且不规则的跳动 十块十卖 那时候很难过 他是大概这样子 衰竭 当时主要是年纪大了 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名字叫 Thomas Sean Connolly 有个Thomas 他的外号 Nickname 就是外号呢 小名了 绰号了 叫Big Tim 这个当然是跟这个 Thomas有关系 可是他不叫Big Tom 叫Big Tim 他身高188 62寸 算偏高 当然在那个西方人里面 这也不算很高了 因为西方白人 大概就比我们东方人 平均男女都差不多了 高个才十公分 就等于 等于东方人 差不多178左右 就还好 偏高也没有很高 大概明星 在西方白人 大概上190 才算高 所以这个在东方的话 相对相当于这个 东方人差不多178 就是偏高也没有很高 但是当高过平均值 那个白人大概平均180 大概180多一点 平均白人 所以他大概还是偏高 那当然那个 好莱坞明星 超过190的 大概很多了 大概188就是算中高 偏高 那我们看看他的 有关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 这是IMDB 里面写他的生平 所以这个 一方面我们学学英文 一方面也了解一下 这电明星名流 所以我们这边一开始 讲电明星有男有女 接着也可能 也可能介绍一些世界的名人 政治家 科学家等等的 多了解一下 所以像这个 这个实验看来 可能有些地方 大家不是了解 中文字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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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字幕称 大集中文字幕称 中文字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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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较长,我们把它分两段好了 这个高个子,一巴巴也算高了 Handsome,英俊的 Mascual就是肌肉发达的,他身材蛮壮的 他有练过健身 但他最特殊就是胸毛,胸毛非常密 因为东方人,男人比较胸前都白白光滑的 西方人比较多,但是他的胸毛特别密 特别厚,特别密 然后他这个肌肉发达的,苏格兰的男演员 所以我们一般演员是actor,女演员是actress 但是一般讲actress也可以包括女演员 戏分的话是男演员,女演员actress 就像gay,gay是GY是同性恋,女的是雷斯边,雷斯边 但有时候gay他也就通称了,有这个差别 他是best known,他是以什么最出名呢 就他一开始original,一开始他的这个当男演员的角色 就portray,portray就是他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 就portray就是刻画,去描写,就饰演 去描写这个詹姆斯庞德这个角色 当007男主角 得到了一个hugely successful 就是非常大的成功 Fanchise Fanchise本来是专卖权 那专卖权,那这变什么意思 就是变成说 变成他专卖,变使人康纳来 他是独自占有 占有这个007这个角色 当然后来还有罗杰默其他一 就变成他的一个商标了 他starring就是在哪里演出 他又在七部 七部电影里面在1962年到1983年 演了这个21年 后来因为年纪大了 没有说服力了 这个也很累 那一方面他也想换角色 所以后来就换第二代换罗杰默 好像后来换了五六代 这个詹姆斯庞德呢 这个谁写的呢 弗莱明 原作者 弗莱明谁呢 20大战的时候 他就情报员 情报员 他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 007里面 他那个情报单位叫军情六处 军情六处 就是20大战就开始有 但是那时候不叫军情六处 所以英国情报单位呢 负责国外叫军情六处 负责国内的反恐啊 这个叫做军情五处 就像美国呢 军情五处就像美国的FBI 负责国内的 军情六处像CIA 负责国外的这个意思 所以因为弗莱明本身20大战 就情报人员 所以他写这个皇家夜总会 写007的 所以特别上手 特别有说服力 而且有一些人呢 认为像他史仁卡拉的这样 Keria of Defining 就是如此的去可以 Define就界定了 就是 就是 如此这个 把这个角色 Keria 他演出这个 詹姆斯庞德 他已经被 已经被刻画了 被定义了 这个角色呢 会让他 没办法逃脱 就是现在里面 只能演詹姆斯庞德 但是他证明了 这些怀疑论者就认为 他只能演零七 是他们是错的 因为他后来又 演了一些电影 也演得不错 然后最后他 他就 因为可能年纪大了 一方面 也不想再演 所以他后来就 不演詹姆斯庞德 不演零零七 又去演别的电影 所以证明 一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 他有能力去演 其他的电影 然后他是变成 最notable notable就是 最有名的 最受人注意的 电影明星 在他的那一代里面 所以他 在他那一代里面 是他非常有名电影 然后呢 为他演了许多电影 都是以他闻名 这一代里面 在1999年 he was proclaimed saccess man alive by people magazine in 1999 at age 69 he was voted saccess man at a century so arguably就是 争论中的 这个 cumulated 是达到高潮 就是 争论 争论呢 就是 就前面讲的一些 怀疑论者 就是认为说 他只能演詹姆斯庞德 这样子 但有人说 他演技也不错 就是引起争论 达到什么高潮呢 到他 得到一个最大的 claim是喝彩 就得到很大的成功 在1988年 他得到奥斯卡 academy award 就是奥斯卡金像奖 得到最佳的 supporting actor 就是 蓝配角 support是支持嘛 所以变成蓝配角 他的角色 他演一个 艾尔兰的警察 cop 就是警察 在前面无视 untouchable里面 所以 能够拿到奥斯卡金像奖呢 不管是 男主角 男配角 能拿奖就 就很好了 只是他角色 不是演主角 但是男配角 也是嘛 也是 得到 演技得到肯定 所以 就让 那个怀疑他的 就没话 无话可说 又拿到奥斯卡奖 斯特林 他偷了什么 Thunder 他从这个 天面无视 这个电影里面的 男主角 Principal 是主要的 主角 当里面是 有好几个 都角色蛮重 就男主角 之一 凯文克斯纳 他偷走 他的雷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夺取他的光彩的意思 Thunder 就是雷很大声 怒吼啊 什么东西 就是像雷一样的轰动 就是等于盖过了 盖过他的意思 那 斯恩康纳来 他也 Pol 也被票选 我们要Pol 是选举嘛 或者民调 选称 选为 这个 Scott 就是苏格兰 最伟大的 Live in 最伟大的 活着的人 以及 苏格兰 这个 最伟大的 国家的财产 那你说苏格兰 为什么是国家呢 苏格兰他们认为自己 相当于国家 因为他们英国呢 不列颠呢 跟美国一样 他 像美国是50个州自治 那 英国呢 他也是自治 苏格兰自治 他自己有他的首相 所以英国首相 有五个 当然我们一般 英国的首相是一个 可是他各有各的 苏格兰 英格兰 这个威尔斯 北亚兰 他各有各的首相 各有各的官员 但是当然除了军队 军队 外交这些是 由整个英国来负责 其他他们有 自己的警察 自己的手下 自己的法律 所以跟美国有点像 在1989年 他被宣称为 宣布是 最性感的男人 这个是很有名的 所以专有名字大写 人物杂志 他常常选 那个票选 每年票选 最帅的 还有最美的 这个名流 然后1999 这个69岁的时候 他又被选为 这个本世纪 最性感的男人 Before going to Acton, Schein had many different jobs, such as a milkman, loader driver, a laborer, artist model for the Anterberg College of Art, coffin polish, and a bodybuilder. He also joined the Royal Navy, and was later discharged because of medical problems. So she was born in 1930, and was born in the Island Bridge. Her mother, Euthamia McLean, is a cleaning lady, is a woman, a woman, a woman. Taiwan is a woman. her father Joseph Connelly is a工厂工人, and a carer driver. She could carry a carer, maybe, the father doesn't care if she is a uncle. Maybe she didn't care. He was a cousin of the carer, he happened to carry the carer. He had a sister in English, in English, watching a brother in Ghazamia McLean. He was a plasterer at Edinburgh. 它是爱丁堡的plaster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泥水酱 我们讲台湾叫做土醉 土醉土水 做水泥酱 那 看到来呢 它有它的descent 就是它的血统的来源 就是 它的血统是有爱尔兰跟苏格兰 两个混血 像这样子到底妈妈是还是爸爸是爱尔兰 或者苏格兰呢 它妈妈是爱尔兰 为什么 McClean 这McClean就是爱尔兰的姓 爱尔兰姓McClean 麦克莲的很多啊 所以看起来是妈妈是爱尔兰人 爸爸是苏格兰人 因为一般是跟着爸爸嘛 所以他也叫苏格兰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从这个他妈妈的姓来看的话 McClean应该是爱尔兰人 当然有的时候呢 他爱尔兰有些他会把这个C啊 会大写 有时候这个比较特殊 然后在 在开始acting就是 开始演戏之前呢 他有许多的工作 这英雄 不怕出身低啊 这样像本无种的 这样当自强啊 他就当过milkman 牛奶人 什么意思 就是送牛奶的工人 送牛奶的 Larry这个是英国的写法啦 我们一般讲track 一般美国讲track 卡车 那英国讲Larry 就货车啦 货车啦 卡车啦 货车司机啊 也当过工人 laborer 然后也当过这个 艺术模特 在这个爱尼堡的学院 艺术学院里面 当蓝模 那他也当过呢 carfin是棺材啦 polisher就是抛光啊 亮光啊 就是棺材嘛 这个木头砍下来 从树上 从树砍下来后 做棺材呢 要抛光 这也当过棺材的 抛光 抛光的工人 然后也 他是也是一个 也是那个 bodybuilder就是 健美先生啦 当他肌肉没那么多啦 就是练过健身啦 bodybuilder 可能也是要 要做商业演出吧 也算一个工作 他也曾经参加过 这个皇家海军 就英国的皇家海军 但Larry Discharge 就是被解雇了 就是被这个 就是抢 热令 热令那个 退休啦 退伍 年纪没那么大 不能叫退休退伍 因为一些 医学的 医药的 医药方面的问题 medical problem 所以medical problem 是他身体不好呢 可是这是medical 这个当然 详细搞不清楚 这个也许是 跟药有关系 也许是嗑药 或怎么样 这搞不清楚 就是跟那个medical 当然也可以说 医学啦 就是反正跟那个 服药啊 或者医学有什么关系 他 at the age of 23 he had a choice between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footballer or an actor and even though he showed much promise in the sport he chose acting and said it was one of his more intelligent moves 他23岁的时候呢 他就有个选择呢 就是变成一个职业的足球员 当然英国的足球呢 跟美式足球不一样 或者是当这个演员 虽然他展现出很多的promise in sport promise本来是承诺嘛 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他展现出 就是花了很多心力 在这个运动上面 在这个足球上面 但是他最后选择了当演员 而且他说这是 他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个 movie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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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动作 一个决定 他觉得当演员是正确的 红军法 吴 Ay斯主引 《红统法》 不关于07角落 《红统法》 军法 《红统法》 《 playoffs推行TV》 《里面für余女性》 《索费》 《索费托》 《戟城》 《红统法》 所以他这边是刚出道的时候演的一些都没有什么名气了 当然他演的一些才开始有名 所以这些有些中文也不好翻 那这个是有啊 就是他这个夜总会慈虎 New Road Back是神看到的第一部 Major Movie Road 是主要的角色 就是比如说男主角 或者男主角有好几个 这是他一部就是我们说领先演出 是他第一部当主角的 接下来呢Followed By 接下来他又有好几部 就是电视剧 这电视剧一开始演电视剧 ITV 这个英国的Television Playhouse 也演了安娜克里斯蒂 这马克白是沙欧名剧 沙斯比亚的名剧马克白 还有这是俄国的安娜卡利尼娜 那个土耳斯泰有名的这个小说改编的 以及他也曾经在电视上的Appearance 经常亮相也许当大来宾 然后呢这时候他也演过一些电影 这些中文名字已经不好翻了 这些电影 那1962年呢 他出现在这个最长的一日 这是大片 就是讲罗曼蒂登陆 联军登陆罗曼蒂 当然角色很多啦 他有露脸 那时候看起来很高 年轻 年轻 瘦瘦的 格子很高 但是是配角了 但有露脸 就是树和其他很多明星啊 就是一次演出 这次演出 his big breakthrough came in 1962 if he landed the road secret agent James Bond and Dr. No he played James Bond in six more films from Russia with Love Good Finger Thunderball You Only Live Twice Diamonds are Forever Never Say Never Again 所以它在1962年呢 就是一个大的突破 Breakthrough Landed是降落下来了 你说它降落下来 让一个角色去演这个情报员 Secret Agent 我们说秘密特工 就是情报员 James Brown在第7号情报员 Dr. No Landed 它在Landed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获得 这个字比较少用 除了降落以外呢 它获得了这个詹姆斯旁的这个角色 它另外也演出另外六部 所以它应该是总共演出七部 就是第7号情报员续集 金手指 这都很有名的 霹雳弹 雷霆鼓 金光传 薰衣飞弹等等 薰衣飞弹是它最后一部 所以它演薰衣飞弹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很特殊 特殊那时候第二代的詹姆斯旁的 罗杰默也演了 所以那一年呢 1983年 两部 那个罗杰默的第一部 007出来了 然后跟他打对台 所以 所以这个 好像是 他要聚演 他不演了 然后罗杰默就是电影公司找罗杰默演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 后来还是找他演 所以变成两部 打对台 后就可以把他艺术的 完成了 所以他后来不演007后又演了一些电影 就是在他这个詹姆斯旁的电影获得成功以后 他也持续的也得到一些很成功的一些演出角色 在电影里面 包括这些戏剧考课很有名的好莱坞的恐怖大师演贼 演这些电影 这东方快乘谋杀还是很有名的 大战巴许卡这个很特殊的片子 他跟那个麦克肯恩演的 这部蛮特殊的 就是演那个诸鲁人的战争 就他后来要当国王 结果后来死得很惨 黑石镇雄风 时空英好 抢威忌好 那圣战骑兵呢 就是印第安兰全师 那个男主角叫什么 哈里逊福特 演他爸爸 演哈里逊福特爸爸 所以演那部电影的时候 哈里逊福特开玩笑 跟导演说 哇你怎么找神康来演我爸爸 导演说为什么不行 他说他只必有大八岁 只大八岁 演爸爸太夸张 所以导演就想办法把神看来弄老一点 但是演起来有说服力 看起来像 可是他们实际上只差八岁 略杀红色十月 他演那个苏联的 那个潜艇的舰长 然后投城 那个辩解 投奔了西方 虚虚东生 将军秀气 他跟那个美女 那个迈克达克拉斯 他太太的美女 演那个 那个女的 可以当女儿啦 但是里面有一点爱情戏 心灵访客 听讲骑兵 这部很热闹 听讲骑兵很热闹 也蛮好看的 可是被影评说是烂骗 因为这个剧情 这个太超现实了 所以那个西方的影评 喜欢就是 就喜欢那个 跟生活有关系的 比较不喜欢那个 太穿越的 那个故事 Shine married actress Diane Salento in 1962 And they had They hadShine's only child Jason Connolly Born on January 11, 1963 The couple announced their separation in February 1971 And five for divorce Two and a half years later Shine then dated Joe St. John Londonwood Mugdad KnowCut And the crowd Mulloy In 1979 Married Michelin RookieBorn And the state married The smile Shine's world document Londonwood Fail with Lindsay The Pope In the late 80s Shine had three Stave children Through his marriage To Michelle Ling He's also a grandfather The son Jason The Jason's ex-wife Actress Mia Sauer Hed his son Desher Connolly In 1997 Shine Connolly Died In the 31st October 2020 In the South The Bahamas Where he resided He was knighting 这边 Shine看到来 他和李明星 Diane 结婚 1962年结婚 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 叫Jason Jason 1963年出生 现在也快60 这对夫妻 宣布他们分居 Seperation分居 分手 但是不是离婚 在1971年 这等于是 1962 1971 等于9年以后 结婚9年以后 就离婚 就是 FIRE 就是 等于是向法院 提起 这个离婚的申请 在两年以后 他然后 离婚以后呢 他就和一些 一些人 有些是明星 有些一般人 这些女孩子 女人来约会 在1975年 他 他和这个女的结婚 然后持续的 持续婚姻状态 虽然呢 Despite 虽然呢 虽然呢 虽然看来来的 Ware Document 就是 一直有记录 就是可能被报纸 杂志一直写 就文字记录了 他一直 在结婚 在有婚姻的情况之下 又和谁呢 就是有婚外情呢 Lindsay Deport 在80年代的后期 那虽然看来 他有 有三个 三个孙子 但是是 不是三个儿 三个小孩 就是 但是是 太太 太太 不是他自己 所以 我们叫妓子 或妓女 继承的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女的 那个妓女 是 继承下来的 就是 因为结婚的 他有三个 妓子 或者妓女 经过婚姻 他 他也是 祖父 因为他的儿子 Jason 还有他的前妻 所以应该都离婚了 外国人的离婚率 太高了 Mia Sarri 也是女明星 他们有个儿子 那身看来 2020年 10月31号 过世了 由他定居 reside reside 就是定居 他定居了 巴哈马 那个风景 比较漂亮 养老 适合养老 他就不住在英国 或者 苏格兰 他死的时候 刚好90岁 这是我14个 YouTube频道 大部分是讲英文的 对大家帮助应该有 可以的话 就大家 这个 都按 这14个都按订阅 所以我们这一期呢 这个知识 知识阅读呢 前面介绍 美国啦 英国啦 法国 我们这边也介绍一些名人 可能比较有趣 介绍电影明星比较有趣 介绍男明星 女明星 这一期介绍到这里